以1997年的高潮演习为例 宁米兹集在4天内完成了975个固定翼飞机的起降驾驶 演习开始前供携带311万加仑的航空燃油 演习完成后还剩下151.6万加仑 也就是4天975加持输机 总共用掉了159.4万加仑的航空燃油 大约只消耗了一半 这点常规动力航母完全做不到 但既然还剩下一半 那么宁米兹可不可以在不经不经的情况下 继续高强度运转4天呢 答案是不行 因为弹药不够了 演习开始时 宁米兹携带了804枚Mk8 900枚Mk8-3和200枚Mk8-4 而仅仅过了21个小时 Mk8和Mk8-3就已经被消耗殆尽 根据美国海军的经验 在航母的日常作战中 物质消耗速度重大到小分别是 航空弹药大于航空燃油 大于舰用燃油